最近,广州长龙的梅青玫瑰妃再次营业,被粉丝们说成是老太太退休反聘。玫瑰妃今年22岁,相当于人类的六七十岁。虽说正在步入老年,但是玫瑰妃还是奶乎乎的,还玩起酷酷的小火车。而玫瑰妃当年,有几个同岁的老姊妹,蓝香,竹韵和菊啸,目前都还在岗位上营业。 想当年梅兰竹菊四个小丫头一起长大,如今二十多年过去,她们虽然分隔在三个地方,但是全部健在,全部健康,而孙满堂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。 2002年的夏天,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熊猫宝宝陆续出生,她们中有四个小女生,于是忠心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高洁的梅兰竹菊送给她们。 每个小熊都得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,最先出生的一对双胞胎,叫做梅青、蓝香,比她们小五天的老三,叫做竹韵,最晚在九月出生的,就叫了菊啸。 梅兰竹菊名字上有说法,在血缘上就更有关联,她们可以说是四姐妹,都是大熊猫盼盼盼和东东的孙女。 其中,梅青、蓝香和竹韵的爸爸是盼盼东东的大儿子大弟,菊啸的爸爸则是盼盼东东的二儿子西梦。 梅兰竹菊中梅兰竹是同父的亲姐妹,菊啸是她们三个的堂妹。 四姐妹成年后,各奔东西,各自成家,后来有了儿女,有了第三代。 今天大家熟悉的金虎、乐乐、林妍、妹猪、于宝、于备、双双、重重,都是她们四姐妹的后代。 怎么样,没想到这几位竟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吧,林妍心心念念惦记的妹猪,要算起来,还是她的表妹呢? 而这一切都源自四姐妹长大之后的熊生道路。 当年,四姐妹中第一个离开的是蓝香。 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,说是重庆动物园来卧龙选熊猫,原本看中的是梅青。 但是街熊的时候,蓝香主动走进了转运龙,冲动觉得有缘,就选走了蓝香。 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,没有得到确认,但是当时确实有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,拍到了蓝香走进转运龙的过程。 这是2003年的12月左右,梅兰竹菊都是一岁半的年纪,正是最可爱的时候。 那时候,蓝香的奶妈都不喊她蓝香,而是叫她胖妹,她是梅兰竹菊四姐妹中最乖,最温顺的一个。 当时台湾节目的主持人跟她第一次见面,她就拉着人家的手不放,实在是太亲人了。 蓝香到重庆后,遇到了奶爸胡友林,张乃成,她一岁半去重庆,到14岁才当妈。 2016年,蓝香到四川雅安的避风峡找老公,童年生下于宝于备,2019年又再生了双胞胎儿子双双和重重。 生完孩子,蓝香回重栋坐月子,都要张乃成把笋给她送到嘴边,活成了蓝贵妃。 当年蓝香出发重庆的时候,看到这一幕的主持人曾祝她好运,希望她到重庆能开心,现在回看这段,再看蓝贵妃这20年,还真是愿望成真了。 好好照顾她哦,希望她会很高兴在这边哦。 而在当时,蓝香出发后,她的双胞胎姐姐梅青,却有点不好,不知道是吃了脏东西,还是和妹妹蓝香的心灵感应。 蓝香出发后,梅青当天,就不吃不喝,还拉了肚子。 双胎不怎么好,也跟那只猫子掉走的,也有一定是个硬发的,因为她的双胞胎,现在中心的首席专家李德生,那时候是梅兰竹局的兽医, 立即来查看梅青,她先是为梅青按摩肚子,接着又安排人把梅青抬走,给她打针治疗。 看今天霸气色漏的玫瑰妃,小时候也有被揪住耳朵乖乖打针的样子,真的是又心疼又好笑。 梅青的肠胃不是第二天就好了。 在妹妹蓝香离开几个月后,她自己也搬家去了避风侠,在后来,梅青当上了妈妈,生育了长子青山,生儿子不久,在十岁时去了广州长龙。 梅青到长龙之后的命运,大家都知道了,梅青后来又生了女儿龙龙,双胞胎儿子亲亲爱爱,最后在2019年生了老妖国庆,之后就丰度不生了。 正因为后面不生娃,她一直带着国庆,给她这个小女儿喂奶喂到三岁半,相当于小朋友吃母乳吃到十岁。 前面说到,蓝香是小时候梅兰竹局中最温顺的,而相比之下,名字听起来云淡风轻的竹韵,可一点都不温顺。 蓝香去重庆之后,竹韵就跟着梅青姐姐一起去了避风侠,到了那里就跟三条腿的戴笠结下了梁子,狠狠地打了一架。 竹韵是四姐妹里最早生娃的,2008年,6岁的竹韵生了双胞胎女儿护宝和敏敏,8岁的时候生儿子金虎。 生完三个孩子之后,竹韵就去了江苏的苏州,在苏州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一住就是十几年。 今年7月,High Panda专程去苏州看望过她,湿地公园里游人稀少,环境舒适,竹韵懒洋洋地睡觉休息,吹吹空调,也不搭理我们。 在苏州休养的这些年里,竹韵升级当了外婆,女儿护宝生了乐乐,敏敏生了阿杰,林妍和满满,外孙里面是雄才辈出。 唯一的儿子金虎虽然没法给她添孙子,但是自己在大连也是大名鼎鼎,竹韵的儿孙们都很优秀呢。 相比三个姐姐,菊笑的雄生也一样精彩。 当初四姐妹在一起玩耍的时候,估计大家都想不到,菊笑今后要成为全球唯一,全球唯一的圈养三胞胎熊猫的妈妈。 兰湘去重庆之后,梅清和竹韵去了避风霞,菊笑最晚离开,到2008年才去避风霞和姐姐们会合。 2010年,她和梅清童年生娃,菊笑生了一对龙凤胎,采云和朝阳。 2012年,她又跟着梅清一起去了广州长龙。 正是在广州长龙,2014年菊笑创造了生育三胞胎的奇迹,她不是第一个生三胞胎的妈妈,但是三胞胎全部成活的,菊笑成了第一个。 今年,菊笑家的蒙帅库迎来了十岁生日。 更大的喜事是,老大大姐蒙蒙生下了妹猪,三胞胎也有了下一代。 不过,菊笑并不是才当外婆,很多人都不知道,菊笑的大女儿采云,早就生了如如和曼兰两个双胞胎,只是因为如如长梗组做过手术,身体不好不展出,曼兰的知名度不高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她们。 如今,同岁的四姐妹梅兰竹菊,都是22岁了。 兰湘和竹韵,一个在重庆,一个在苏州,都在不积极营业中,菊笑躲在长龙的山上隐居,梅清还在发挥余热, 退休后再时不时来个返场。 说熊猫退休,其实有开玩笑的成分,所谓的退休,就是不再对外展出,对熊猫来说,就是减少了游人的打扰。 按照过去的说法,熊猫平均寿命25岁左右,20岁已经垂垂老矣。 但现在,随着照护水平,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,30岁的熊猫已经越来越多。 梅兰竹菊寺的老姐妹,还不到说老的时候,她们的大姑妈,33岁的白云还健在呢,只要长辈还在,她们就还是小辈。 无论是像竹韵,兰湘这样,继续要跟我们见面的,还是像梅清这样,反聘虫出江湖的,只要她们身体好就行。 我们这些两脚兽,常出现在她们面前,说不定也是一种风容呢。 如今梅兰竹菊岁月静好,想给大家奉献一个和梅兰竹菊有关的彩蛋。 时间还是回到兰湘出发去重庆动物园的那天,兰湘走了之后,梅兰竹菊的院子里,剩下梅清,竹韵和菊啸,奶妈给她们喂食的时候提到,兰湘走了,但是又来了一只跟她们姐妹一样大的野猫。 本来这边是养了四只,走了一只胖妹,那现在剩三只耶。 里面还有一只。 里面还有一只哦。 有要回来,想要回来的。 她现在还在观察期间,观察身体状况好的话,就会给她们放出来,跟其他猫在一块玩。 奶妈说的这只野猫,就住在梅兰竹菊的隔壁,和圈养的雪白的梅兰竹菊不同,她还脏脏的。 她就是后来的大熊猫草草,日后会建功立业,鼎鼎大名的忠心草太后。 兰湘出发去重庆的时候,草草在四川阿坝草婆乡被村民救助,刚被送来卧龙。 这时候,她还带着野性,对人很防备,更别说跟梅兰竹菊一块玩了。 她现在喝牛奶的不用喝,用舌头铁。 哈哈哈哈,她也不会喝奶啊? 对。 那竹子呢? 对,那竹子呢? 她吃的竹子可以当一个大猫的,当成年猫吃的竹子。 所以野生的猫呢? 野生的她的,她可以,她从小吃竹吃的特别早。 草草和梅兰竹菊同岁,但是野生的和圈养的对比明显, 梅兰竹菊还在喝盆盆奶,草草已经像大熊一样吃竹子了。 不知道后来,草草有没有接替兰箱的位置,住进梅兰竹菊的院子, 有没有和梅青竹菊他们见过面。 但是我们都知道的是,无论是盼盼家的梅兰竹菊, 还是来自山间的草草,他们现在都健康地活着, 这二十年过得都很精彩,今后也要继续幸福下去。 嗨胖的,治愈细熊猫故事,别忘记来我橱窗逛逛哦。